近日,广州军区在贵州某山地举行离场以施力级为单位的红蓝石兵对抗演练 参演部队充分发挥信息指挥控制中心的主导作用,提高了火力精确打击的能力 参加对抗的红蓝双方兵力相当,共投入1万多人 除主战兵力外,双方投入的兵种装备各有所长,共包括侦察、陆航、空军等十多个兵种 演练是在双方互不知对方兵力部署和装备配备的情况下展开的 完全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样式组织实施 这次演练的最大亮点是依托我军先进的指挥平台和信息网络作为指挥控制核心 全程指控演练,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评估,使演练真正达到实战锻炼部队的目的 演习一开始,红军首先启动电子干扰对蓝军指挥所和前沿要点实施压制干扰 并指挥空中和地面火力,对蓝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面对红军的火力强攻,蓝军迅速调整兵力和火力部署,对红军实施反击 红军以变应变,启动战场赶支信息系统,迅速查明对手的新动向,修订作战方案 强战队,进入各一队人 各战斗群按新的战斗部署再次投入战斗 防空兵群支出空中火力网,抗敌空中袭扰 地面火力群更换特种弹,对敌重要目标进行歼灭 垂直打击群火力开辟激将场 特种作战分队神兵天将,指导蓝军指挥所 近日,广州军区在贵州某山地举行立场以施旅级为单位的红蓝石兵对抗演练 参演部队充分发挥信息指挥控制中心的主导作用 提高了火力精确打击的能力 参加对抗的红蓝双方兵力相当,共投入一万多人 除主战兵力外,双方投入的兵种装备各有所长 共包括侦察、陆航、空军等十多个兵种 演练是在双方互不知对方兵力部署和装备配备的情况下展开的 完全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样式组织实施 这次演练的最大亮点是依托我军先进的指挥平台和信息网络作为指挥控制核心 全程指控演练,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评估 使演练真正达到实战锻炼部队的目的 演习一开始,红军首先启动电子干扰 对蓝军指挥所和前沿要点实施压制干扰 并指挥空中和地面火力,对蓝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面对红军的火力强攻,蓝军迅速调整兵力和火力部署 对红军实施反击 红军以变应变,启动战场赶支信息系统 迅速查明对手的新动向,修订作战方案 强将队,进入各阶队人 各战斗群按新的战斗部署再次投入战斗 防空兵群支出空中火力网,抗敌空中袭扰 地面火力群更换特种弹,对敌重要目标进行歼灭 垂直打击群,火力开辟激将场 特种作战分队神兵天将,指导蓝军指挥所 近日,广州军区在贵州某山地举行立场以施力级为单位的红蓝石兵对抗演练 参演部队充分发挥信息指挥控制中心的主导作用 提高了火力精确打击的能力 参加对抗的红蓝双方兵力相当,共投入1万多人 除主战兵力外,双方投入的兵种装备各有所长 共包括侦察、陆航、空军等十多个兵种 演练是在双方互不知对方兵力部署和装备配备的情况下展开的 完全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样式组织实施 这次演练的最大亮点是依托我军先进的指挥平台和信息网络作为指挥控制核心 全程指控演练,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评估 使演练真正达到实战锻炼部队的目的 演习一开始,红军首先启动电子干扰 对蓝军指挥所和前沿要点实施压制干扰 并指挥空中和地面火力,对蓝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面对红军的火力强攻,蓝军迅速调整兵力和火力部署 对红军实施反击 红军以变应变,启动战场赶知信息系统 迅速查明对手的新动向,修订作战方案 各战斗群按新的战斗部署再次投入战斗 防空兵群支出空中火力网,抗敌空中袭扰 地面火力群更换特种弹,对敌重要目标进行歼灭 垂直打击群火力开辟激将场 特种作战分队神兵天将,指导蓝军指挥所 近日,广州军区在贵中某山地举行立场以施力级为单位的红蓝石兵对抗演练 参演部队充分发挥信息指挥控制中心的主导作用 提高了火力精确打击的能力 参加对抗的红蓝双方兵力相当,共投入1万多人 除主战兵力外,双方投入的兵种装备各有所长 共包括侦察、陆航、空军等十多个兵种 演练是在双方互不知对方兵力部署和装备配备的情况下展开的 完全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样式组织实施 这次演练的最大亮点是依托我军先进的指挥平台和信息网络 作为指挥控制核心 全程指控演练,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评估 使演练真正达到实战锻炼部队的目的 演习一开始,红军首先启动电磁干扰 对蓝军指挥所和前沿要点实施压制干扰 并指挥空中和地面火力,对蓝方目标实施精确反击 面对红军的火力强攻,蓝军迅速调整兵力和火力部署 对红军实施反击 红军以变应变,启动战场赶知信息系统 迅速查明对手的新动向,修订作战方案 各战斗群按新的战斗部署再次投入战斗 防空兵群支出空中火力网,抗敌空中袭扰 地面火力群更换特种弹,对敌重要目标进行歼灭 垂直打击群火力开辟激将场 特种作战分队神兵天将,指导蓝军指挥所 近日,广州军区在贵州某山地举行立场 以施力级为单位的红蓝士兵对抗演练 参演部队充分发挥信息指挥控制中心的主导作用 提高了火力精确打击的能力 参加对抗的红蓝双方兵力相当,共投入1万多人 除主战兵力外,双方投入的兵种装备各有所长 共包括侦察、陆航、空军等十多个兵种 演练是在双方互不知对方兵力部署和装备配备的情况下展开的 完全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样式组织实施 这次演练的最大亮点是依托我军先进的指挥平台和信息网络 作为指挥控制核心 全程指控演练,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评估 使演练真正达到实战锻炼部队的目的 演习一开始,红军首先启动电子干扰 对蓝军指挥所和前沿要点实施压制干扰 并指挥空中和地面火力,对蓝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面对红军的火力强攻 蓝军迅速调整兵力和火力部署 对红军实施反击 红军以变应变,启动战场赶知信息系统 迅速查明对手的新动向,修订作战方案 各战斗群按新的战斗部署再次投入战斗 防空兵群支出空中火力网,抗敌空中袭扰 地面火力群更换特种弹,对敌重要目标进行歼灭 垂直打击群火力开辟激将场 特种作战分队神兵天将,指导蓝军指挥所 近日,广州军区在贵州某山地举行立场 以施力级为单位的红蓝士兵对抗演练 参演部队充分发挥信息指挥控制中心的主导作用 提高了火力精确打击的能力 参加对抗的红蓝双方兵力相当,共投入1万多人 除主战兵力外,双方投入的兵种装备各有所长 共包括侦察、陆航、空军等十多个兵种 演练是在双方互不知对方兵力部署和装备配备的情况下展开的 完全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样式组织实施 这次演练的最大亮点是依托我军先进的指挥平台和信息网络 作为指挥控制核心 全程指控演练,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评估 使演练真正达到实战锻炼部队的目的 演习一开始,红军首先启动电磁干扰 对蓝军指挥所和前沿要点实施压制干扰 并指挥空中和地面火力,对蓝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面对红军的火力强攻,蓝军迅速调整兵力和火力部署 对红军实施反击 红军以变应变,启动战场赶知信息系统 迅速查明对手的新动向,修订作战方案 各战斗群按新的战斗部署再次投入战斗 防空兵群支出空中火力网,抗敌空中袭扰 地面火力群更换特种弹,对敌重要目标进行歼灭 垂直打击群火力开辟激将场 特种作战分队神兵天将,指导蓝军指挥所 近日,广州军区在贵州某山地举行立场 以施力级为单位的红蓝士兵对抗演练 参演部队充分发挥信息指挥控制中心的主导作用 提高了火力精确打击的能力 参加对抗的红蓝双方兵力相当,共投入1万多人 除主战兵力外,双方投入的兵种装备各有所长 共包括侦察、陆航、空军等十多个兵种 演练是在双方互不知对方兵力部署和装备配备的情况下展开的 完全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样式组织实施 这次演练的最大亮点是依托我军先进的指挥平台和信息网络 作为指挥控制核心 全程指控演练,并对各个环节进行评估 使演练真正达到实战锻炼部队的目的 演习一开始,红军首先启动电磁干扰 对蓝军指挥所和前沿要点实施压制干扰 并指挥空中和地面火力,对蓝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面对红军的火力强攻,蓝军迅速调整兵力和火力部署 对红军实施反击 红军以变应变,启动战场赶知信息系统 迅速查明对手的新动向,修订作战方案 各战斗群按新的战斗部署再次投入战斗 防空兵群支出空中火力网,抗敌空中袭扰 地面火力群更换特种弹,对敌重要目标进行歼灭 垂直打击群火力开辟激将场 特种作战分队神兵天将,指导蓝军指挥所